蓝阳西口拥有台湾罕见三条西河汇流的地理环境 这里的水域掺杂了海水和河水 对养殖鱼虾相当有利 此外 河床地土壤肥沃 适合种植品质优良的沙地瓜果 而农田休耕时还可以种植扫肘草 晒干后更可以用来做成DIY的材料 一百 十斤这样 要充满 一百多 这样向它丢 对对对 哇 水水水 喔 咱们这一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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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你看 咱们这五百丶 哇 这不再加钱 咱们就去挖牙 对对对 为推广五节乡 蓝阳西口休闲农业区 渔村文化 五节乡长沈的茂与代表会主席廖启贤 跟着西口的勤劳 一起学习扫帚草的编织 体验蓝阳西口休闲农业区 发展自主产业和环境营造的亮点 天然的材料 这很赞喔 对对对 好的就是这样 你好 九月十七 九月十七 在百家生亡亚厅前 来基盘我们的水产风年纪 非常感谢南阳西口协会 很多的活动都跟我们的帮忙跟协助 让我们这个活动能够顺利 水产节 这个活动最主要是这个季节 使农中是有这个贴亚 而且遗产的一个比较豐碩收成的时间 所以在这个收成的时间 我们有这个促销这个产业农产品的这个必要 所以我们的工作等级都有基盘 像水产型风年纪的这样子的一个活动 来让很多我们的乡亲的这个 这个鱼匠 可以来做一些工作来做一些促销 大家一起来努力 最主要就是要推策到我们这个 这个一百家这个所在的 央集区 这个可以来活化 来带动我们经过我们国家 很重要的一个观光所在 也带动我们很多民宿业主的工作和生命 所以这个修士对我们国家是非常重要 所以我们这个修士一定要对我们代表会 专业支持工作 推策这个南洋修权农业区 我们一定要成功 一定要打拼 来把这个修士大力来提供出来 生传控 冲新教育 就是 我们要把我们多用法的生态 的东西 要如何把它研究下去 再提供出来 要如何让我们在海口这个地方 把我们的劣势 闭造我们的优势 这就是我们当初 扮理我们 生日的南洋客户 在南洋修区 最大最大的一个动力 为促销南洋西口休闲农业区内的新水养殖区 这里所生产的新鲜白虾 五街乡公所举办祭酒会 特别展示鲜虾和白煮虾 另外还有抛洒八卦网的示范 届时这些农特产和体验活动 都将于五月十七日 在八大庄一百甲城隍庙举办 五街水散风天祭 欢迎大家来 五街水散风天祭